請妳看仔細 歡迎拉大機 這樣子應該就差不多了 車堂乳哥 拿著望遠鏡要去哪裡啊 摩摩姐姐 因為今天有好多的姐姐 要去參加一年一度的賽跑比賽 所以我準備了望遠鏡 要去觀賞精采的比賽過程 今天有賽跑比賽 我好想看喔 不知道誰會拿下第一名呢 對啊 我也好想知道 那我們趕快去看一看吧 我是1號跑道的選手童童 我有個外號叫做 為什麼叫草上飛呢 就是因為我跑步的速度非常快 就像我輕功一樣喔 所以非常地信心 今天我一定會拿第一名 我是2號跑道的選手布丁 我從小就是運動性獎 不管打球 跑步 游泳 我樣樣拿第一名 所以今天的第一名 就非我莫屬啦 1 2 嗨 大家好 我是3號跑道的選手躺躺 我有一個外號叫做龍捲風 意思就是 跑起來像咻咻龍捲風一樣快 今天比賽我有十足的把握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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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4號選手果凍 我已經纏聯了兩年跑步冠軍喔 所以今年的冠軍一定是非我莫屬啦 我看來今天啊 4位選手都非常地有信心 能夠抱走第一名 但是誰能夠得到我們的 冠軍獎盃呢 馬上就要進行我們精采的比賽了 各位選手 各就各位 預備 聽到名牆後 準備開跑 預備 起 我就說我是第一名吧 嗨 我龍捲風的綽號 也不是說說看我呢 蛤 不是 什麼 看我的草包 我可是運動健將 怎麼可以說跟你嗎 什麼 沒有 哇 比賽的狀況非常的激烈 而且所有的選手 都快要抵達終點線了 但是 蘋果裁判要先出題考考小朋友喔 請你們仔細觀察 四位選手的先後順序 猜猜看 誰會是第一名的選手呢 第一名的選手會是誰呢 請大家趕快想一想 四位選手的先後順序 猜猜看 誰才是第一名 好 那莫莫姐這邊有三個提示 大家一起猜一猜喔 第一個提示是 會不會是 彤彤選手拿到第一名呢 第二個提示是 布丁選手 有可能是他嗎 第三個提示是 會不會是彤彤選手呢 大家一起猜猜看喔 照亮哥哥覺得第一名應該是 不知道小朋友你們的答案 有沒有跟我一樣呢 那我們趕快去看看喔 答案到底是什麼 所有選手們 加油 好帥喔 好帥喔 到底的當第一名呢 是不是布丁姐姐呢 馬上看看我們的頒獎結果 就知道囉 首先頒發的是第四名 恭喜我們的果凍姐姐 下次我會更努力的 好 第四名要加油喔 好 接下來為大家頒發的是 第三名 是我們的堂堂姐姐 恭喜我們桃堂姐姐 第三名 謝謝 下次一定要拿到第一名 好 接下來要頒發的是 第二名的選手 第二名的選手 是我們的桃堂姐姐 恭喜桃堂姐姐 恭喜桃堂姐姐 恭喜我們第二名耶 接下來為大家頒發的是 得到冠軍的選手 這是我們的第一名 布丁姐姐 恭喜布丁姐姐 好厲害喔 非常厲害喔 平常的多點擊還是很有用耶 小朋友 你答對了嗎 因為啊 布丁姐姐是第一個 通過終點線的人 所以她得到了第一名 依序第二位 通過終點線的是 彤彤姐姐 所以她得到了第二名 第三位通過終點線的是 堂堂姐姐 所以她得到了第三名 果凍姐姐 是第四位 跑到終點線的人 所以她得到了第四名 今天的選手表現得都很棒喔 放棄選手 耶 恭喜布丁選手 原來越靠近終點線的人 就會越快抵達終點 所以呢 最靠近終點線的布丁姐姐 就是第一名喔 小朋友 你們都清楚了嗎 那小朋友是不是都認識了 先後順序呢 我們魔法喇叭機下次 還有很多精采的題目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